我呼籲他們的支持這個民主黨 你剛才說的草船借戰了這個例子非常好 華松就怕射到他撐住那些人 你覺得不會的 那個文庫就有 但是就算華松到現在要做一個選擇 將以前的討論到底應該舉行一些過去的 如果今天大家覺得 香港人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去表達他的意見的時候 他就表達了 我現在就是呼籲民主黨的擁讀和選民 我都不可以走過去 我就認為過去的執論已經過去了 因為今天是叫團結一起面對一個大敵 這個大敵就是污衊我們 抹黑我們 就是說我們五區總是 是港獨 是甚麼甚麼 是找香港人問 這個是大師大師的問題 那些是政治的遊戲規則 政治遊戲規則是要大家專手 在香港的地方是OK的 民主黨只是計數 而他們計數是這樣計 你們計數也是這樣計 所以這個政治遊戲的東西 只要大家專手這個有利規則的話 是香港是一個福利 是一個努力 希望大家都要專手這個有利規則 沒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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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整個電話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不會再質疑 在那個階段誰對誰不對 現在就是將來做甚麼 咦 那裡有位 是 哪位 不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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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兩位好 剛才梁國鴻前議員 剛才長谷梁國鴻前議員說過 現在香港的各種政策發展 就是天邦大財政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特首由八百人選出 那八百人就非於負責貴 另外 半個立法局都是由那些功能組別轉出來 而那半個 三十隻的功能組別 也大部分是非負責貴 那我們可不可以看另一個極端呢 就是不如現在整天《基本法》 又說始終足極的目標是要好處 現在北京又好像出彈弓手 又說要功能組別都是直選 什麼什麼 不如另一個極端就是 熟悉現在不要搞那麼多的選舉 取消有什麼發握的 什麼選舉什麼什麼 熟悉要北京 好像以前倫敦一樣派個黨委書來管香港 任期五年 五年之後就要回到北京 買回去大陸了 那就沒有那麼多利益 沒有那麼多利益衝突了 如果現在講來講去講這麼久 我們這麼多人都在這裡吵了這麼久 十幾二十年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一張騎票在這裏 這張騎票就是有終極的選舉 現在這張騎票很明顯沒有對決 不如一通過叫北京 不要搞那麼多利益衝突 這個港英元潔 不要搞那麼多立法會選舉 叫北京下派個黨委書記和尼盆 會不會做好呢 有機會出現 這個出現當然是不會赤我 其實今天我們講到這裏 我都可以講多幾句 其實北京不是沒有試過 找利益人試過 第一個就是商人試過 就是阿董 大家也知道了 他的家世 他有一間東方海外 他做特首的期間東方海外 就賣武方會發腐了為神奇 是不是 又不做長矢到處 就是 正反上去 這個是客官的事實 為何會這樣 我沒有直接的證據 但這是事實 所以雙民試過 太過偏幫 某一兩個裁場 是不能變 雙人內部都覺得不能 這個就是為何西舊樓 樊凡海 這樣就說 喂 你不是啊 又是李嘉誠 這個就是商人試過 不可以 然後找公務員試過 又不可以 公務員試過不可以 很多人 其中一個原因 我想告訴大家 香港為何這麼亂呢 就是他們自己分的 制度分 是不是 楊振英都出來做 楊振英的興奉 不是唐英年死 是興奉年我死 所以在香港 現在的制度 看到的風浪 是風浪 但是他們自己困獸鬥 不是少爺的 這個是事實 是不是 阿珍 是董建華 董楊揮直上來 是用公務員試過 代替少人試過 那現在將來是什麼呢 就是幹部自改 就是楊振英 是幹部 不是自改 這個 這個 這個說法 不是不會出現的 不過它是不會 好像以前那樣 就說 得北京派用 這個是不會出現的 一個腐敗 小月子的制度 和直接的委任制度 不是差很遠 那個成本高一點 如果大家記得 大概還有 是不是一年之前那個劉二寶 這個也是敲開了警鐘 那麼 再加上其他的發展 我相信大家都要明白到 就是普選 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想 好像 好像阿珍人權 那樣 他自己不珍惜 他手中的一票 你就不要逼人家 都不要好地 運用他自己的權 他自己的手中的一票去做事 其實你現在這樣看到 你初初以為 你既有的東西 不是你已經的 你既有的權利 例如我的投票權 都可能會受到某些壓力 而可能有機會會消失 這個自由投票 是一個很基本 我們有的用權 但是都可以慢慢退色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看到有一位 穿了紅色外套的先生 你拿著麥克風 我首先很高興 你們能夠用總辭這個方式 就是挑起一個大家都可以選隊 直接選舉的方式 因為公權是很重要的 那我就覺得最重要這個時間 無論他們現在的對手 或者出來選 究竟我們在以什麼認識 或者是靈驗 進回議會都不是最重要的 而最重要呢 我們就是利用這段時間 在各種辯論 和在這個選舉 進回議會的程序裏面 向公眾很清晰地 令到他們明白到 原來他們手中 如果是肯撐不出來 放下他的票 是多麼重要的 因為就算你去 城雲建議的蛇獻也好 你得到任何的利益也好 你都是因為你有一票 你才會給你這個利益 如果你不是有這一票的話 你又不會有利益 如果你不善用你這一票 或者你根本放棄這一票 他也不會理會你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令到所有香港的人 包括我自己 我希望將來大陸的人 都是一樣 就是他們知道 如果我有一點 無論是壞人也好 無論是壞人也好 無論是好也好 他們都是需要我這一票 我這一票是足以影響 我們現在的生命 我們將來的生命 我們下一代的生活 還有兩位來的支持 您打不過我來的支持 謝謝